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对中国家门口或后院危机的处理缺乏优势 他的列宁式专制体制对港台年轻人也毫无吸引力 中国前驻澳大使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 江湖纽约出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 被媒体上升到了习近平充当世界领导者宏伟计划的一部分 2009年马朝旭出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2010年面对外媒有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孝波被判刑11年的问题 马朝旭有过突破性底线的大胆回应 中国没有异议人士 马朝旭在担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的不足两年间 利用联合国人权论坛推销习近平中国特色人权观 去年9月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140个国家发表讲话 将矛头指向美国和西方世界二战以来创立的国际秩序 无视中国不良人权记录和在西藏新疆的高压统治 呼吁用对话与合作加强人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报道说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这一重要人选 是习近平主席雄心勃勃自信满满的外交政策的排头兵 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一鸣质疑习近平 充当世界领袖的雄心究竟是为了人类命运 还是出于一己一党或一国之私 一鸣说对于缅甸65万罗西亚难民危机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几乎没有站出来说过 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危机 一鸣表示即使中国自家后院的朝核危机 中国的反应也相当有限 面对紧迫的全球挑战 中国有能力采取行动形成国际共识吗 以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家族财富文明的 纽约时报记者博才德认为 习近平力推的中国列宁主义体制的模式 显然缺乏全球吸引力 即便是中国砸下大笔资金追求的软实力也没有成功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距离和台湾的统一更遥远了 除非它采取军事行动 但那将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香港铜锣湾书店瑞典籍书商贵明海 曾被中国警察偷偷带进中国大陆 并被关押了两年 这件事情曾引起国际争议 去年10月贵明海获释后在宁波赞助 今年1月20日贵明海在两名瑞典灵官人员的陪同下 从宁波搭火车去北京接受医疗检查 途中被十多名警方便衣人员从两名外交官眼前带走 据港媒报道 贵明海等五名香港书商因出版政治禁书而惹怒习近平 并在2015年相继被失踪 然后被逮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对香港铜锣湾书店前股东贵明海 被便衣带走的报道不知情 瑞典外交部对外表示 全面得知贵明海的遭遇 但没有进一步解释 瑞典外交大臣瓦尔斯特伦传召了中国大使 中国大使保证向瑞典方面提供贵明海的讯息 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 预计1月24日闭幕时 会表决新一届全国政协名单 香港电台引述消息指出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7名常委中 只有汪洋入选下届全国政协委员推荐名单 有港媒推测 汪洋是下届政协主席的大热门 香港时政评论员刘瑞绍表示 汪洋在中共新任政局常委排行第四 按惯例他会接替于政生 担任下一届全国政协主席 刘瑞绍认为 以汪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及副总理的经验 对处理香港及对外统一工作有所帮助 根据此前的报道 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被立案审查 不过 近日中国内地网上流传出一张范长龙练习书法的照片 照片的拍摄日期为今年的1月19日 内地微博博客子爷宣谈于上周发文 连载照片标题为 战友范长龙将军卸任后的生活花絮 该博客称 1月19日受到战友发来的范长龙上将 昨天书写的精气神三个大字的照片 一时间倍感亲切 深感长龙战友的笔墨功力不错 书法未十足 所以写篇博客已记之 此外还有数张范长龙与其夫人游玩散步的照片 照片右下角写有时间2018年元旦 表明这些照片是在近期所拍 另外范长龙在会好写精气神三个字时 落款正写丁友 也就是中国传统纪念 由于范长龙近期深陷被查传闻 上述照片的曝光有辟谣之嫌 不过范长龙落马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他近期四大负面消息缠身 范长龙被指与落马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关系密切 此前落马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检举范长 并有报道范长龙之子任职横峰银行近期神秘失踪 由中共二代蔡小新指出 范长龙落马一事几乎可以确定 他指出徐才厚古伯雄落马前都曾有公开露面 美联社消息称 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对进口的太阳能面板和洗衣机争以重税 一再扬言要打击不公平贸易后 今日终于下了重手 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 美国将对外生产的太阳能设备争以最高30%的新关税 同时对进口的洗衣机争最高50%的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赖海哲发布新闻稿说 总统的作为再度揭示 川普政府将始终在这方面 捍卫美国劳工能目护企业业者的权益 美国贸易代表在发布的事实清单中称 在国家激励引导下 中国在全球太阳能电池生产所占份额 从2005年的7%激增到2012年的61% 目前中国占全球太阳能电池产量的60% 占太阳能模块产量的71% 美国商务部2011年认定中国 对其太阳能电池模块生产商进行补贴 以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在美国销售 对美国的制造商造成伤害 有报道称 美国对海外生产的太阳能设备 正受高达30%的关税 此举可能对一个价值280亿美元的行业造成不利影响 该行业80%的产品都依赖于国外生产的零部件 近几个月来 仅仅是关税的威胁已经动摇了太阳能开发商的地位 有人囤积太阳能电池板 还有人因为预计成本会上升而拖延项目实施 太阳能行业协会预计将有数万人因此失业 对特朗普来说 这代表着其朝着对线竞选承诺方向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该承诺预示着要对中国这一全球太阳能产品生产大国 采取强硬态度 菲律宾众议院日前正着手准备修宪议程 届时菲律宾将由中央集权改为联邦制 总统由现行只能做一任改为可怜任一次 此前有消息称 菲律宾的反对党表示 修宪是为了现任总统杜特尔特长期执政扫除障碍 不过时长语出惊人的杜特尔特已22日向军方下令 我若成为独裁者任期结束还不下台 哪怕超过一天就朝我开枪 我没开玩笑 请菲律宾军方与国家警察不要让我或任何人扰乱宪法 保护人民是你们的工作 现在的菲律宾宪法将总统的任期规定为6年 而捍卫宪法对于军队和警方来说是神圣的指责 据了解 菲律宾众议院19日曾通过召集国会参众两员组成的修宪委员会的决议 并将修改1987年制定的宪法 届时菲律宾将由中央集权改为联邦制 总统任期由只能做一任改为可怜任一次 去年杜特尔特进行了血腥的嫉妒行动遭受到批评令他的支持率在一度下降 但菲律宾的一个主要独立调查显示 在2017年最后季度杜特尔特在菲律宾人当中的受支持率上升到了80% 杜特尔特这位广受民众支持但被指为民粹主义的亚太国家领导人 似乎成了继俄罗斯和中国之后有一位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权领导人 中国限于令再升级传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新的会议上 提出包含封杀对党李辛利德艺人等四不用的标准 甚至还规定展现嘻哈次文化颓废风格的艺人也不能用 引发网络热议 有报道指出中国广播电视行业的最高监管机构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在内部会议上提出封杀艺人的标准 包括对党李辛利德品德不高尚的演员坚决不用 低俗恶俗魅俗的演员坚决不用 思想境界格调不高的演员坚决不用 有污点有绯闻有道德问题的演员坚决不用等四个坚决不用标准 同时还明确规定 文身艺人体现嘻哈文化次文化丧文化的艺人也不能用 从19日起 这些封杀令开始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传播 引发网络震撼 在微博上拥有400多万粉丝的嘻哈歌手 盖临时缺席湖南卫视歌手节目 遭质疑是被缺席 粉丝还发现盖的微博名从超级无敌盖改为盖周延 自我介绍也移出了说唱歌手的标签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万维时讯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角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